大伙都知道这个著名的作家冰心 他爸爸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在北洋水师来远见上任职 冰心回忆啊 就是说他爸爸经常的这个出海远征 一回去几个月 那时候他妈妈呢每天就随身携带着带着毒药 干啥呀 他不是怕被人欺负 是怕自己家门口贴上白绑 什么叫白绑 咱顾名思义一听就明白了 白色的对联 白纸贴的对联 谁家门上贴上这个 就说明谁家参军这男人牺牲了 那冰心他妈妈就打定主意了 说自己丈夫要牺牲了 他就准备随时服毒 随丈夫而去 那当时在福州 参加海军的人很多呀 可以说几乎家家户户门口 都挂过白绑来了 那都是一个又一个用生命换来的这个白绑 大伙能想象他当时那个惨烈的画面吗 所以咱们回到节目开头讲的这个事 如果说这个丹东港的员工发现的这个真是甲乌海战的沉船 就哪怕不是致远舰 那也得把他给捞出来 百年前的那些孩子的父亲户国的将士 不能让他这么被遗忘在冰冷的海水里呀 可这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呢 丹东港把这一发现上报了之后呢 考古人员们很快就开始调查 查来查去查了没有两个月吧 考古工作被迫停止了 那说这谁在里边捣乱呢 不是别人 就是咱们东北呀 这个冷空气 闹了半天 这个考古人员刚开始调查的时候 那时候就已经冬天了 天寒地冻 海上那海风风力超级大 根本没法再继续进行搜救搜寻的工作 没办法停吧 等等吧 等到了来年 也就是到了2014年的春夏这个时间 考古人员们终于复工了 这一回打捞考古人员在水下 确实发现了一些 可以证明沉船身份的重要物品 什么物品呢 是一些一百年前的沉船的残片和煤炭 咱们把十年万回忆推 你看一百万年前 那不正好吗 就是甲午海战的时候 但要问这是不是致远见 考古人员们都不敢肯定 咱也没证据啊 咱也不敢胡说啊 所以呢 他们只能给这艘沉船起了一个名字 就叫丹东一号 那怎么确定这个丹东一号这个身份呢 考古人员也是一筹莫展 打捞工作也是陷入了一个长久的瓶颈期 没有进展 就这么的又过了一年 到了2015年9月17号 这事啊终于发生了转机 你说巧不巧 就在这一天 这也正是黄海战争的纪念日 就在这一天呢 考古人员在水下 发现了一块小瓷片 这个瓷片上也隐约约有花纹 当时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岳 听完这个消息特别激动 因为在军事博物馆里边 有一个北洋海军静远舰的瓷盘 这个瓷盘上也有花纹 而且呢有静远舰的标志 瓷盘上印上战舰的标志 这个很可能就是北洋水师的传统 陈岳心里边就有一种直觉 就这个小小的碎片 肯定有重点